北京房山一老人久后在公共浴池洗浴时猝死 家属要求浴池经营者赔偿44万余元 法院判了 综合媒体4月3号报道 4月2号 记者从北京房山法院获悉 该院结身此案 判决死者承担6成责任 洗浴中心承担4成责任 赔偿死者17万余元 2020年12月 冯某的父亲去往被告浴池洗浴 下午16时许 当地派出所通知冯某 其父在浴池中死亡 事故发生后 洗浴中心拒不履行相应义务 推卸责任 其行为给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工作 造成极大困扰 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房山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0年12月 冯某父亲到洗浴中心店内进行洗浴 后被发现在浴池内死亡 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拨打120并报警 根据警方调查 认为冯某父亲死亡符合猝死 而事发浴池进门处有高血压心脏病 饮酒后皮肤病禁止入内的标识 根据民警调查询问 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老人年龄大 走路不稳 案发时 涉案浴室内仅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 该名工作人员再给顾客脱扫 并未到浴池内查看 房山法院认为 本案中 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冯某父亲年老体弱 走路不稳 如允许其洗浴应当进行特殊安全照顾 而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现场的工作人员未能进到合理的安全服务 导致未在第一时间发现冯某父亲出现意外并进行救治 因此 洗浴中心对老人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 同时 法院认为 冯某父亲作为完全民视行为能力人 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 亦因清楚预持洗浴对老年人可能造成的后果 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形下 仍进行洗浴 其对死亡亦存在过错 结合上诉因素 酌情确定洗浴中心负40%的责任 冯某父亲有60%的责任 判决后 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该判决现已生效